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董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的第三课 古诗三首 这是其中的一首诗 十五页 望月 好 上课 请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今天我们学习的这首诗名叫十五页 望月 作者是谁呢 王剑 这两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写的是中秋时候 你看 月圆之夜 月宫中有法贵的吴刚 有导药的玉兔 这是嫦娥 永月 中秋佳节呀 是中国和家团聚的日子 那是不是全中国的人都能在这一天与家人团聚呢 那可不一定 有些人他的工作非常的特殊 他就无法回家 比如说保家卫国的边防战士 比如说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还有那刻苦求学的深深学子 还有浪迹天涯的海外游子 这个时候都没有办法回家 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在本该团圆的中秋佳节不能与家人团聚 把酒言欢 自然中秋之夜的月也就成了他们倾诉的对象 不能回家 往往喜欢对着月亮说出自己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诗人王剑在中秋之夜所作的永月诗词 关于作者王剑 我们了解到他是唐代诗人 他曾认陕州司马 有王司马籍 他出身寒威 大历十年的近世 曾做过县位 县城司马一类的小官 第二 又从军到了边塞 晚年就退居到今陕西西安市 就在那里生活了 我们首先来进行第一步 学诗 学诗可以自己查字典 掌握生字的正确读音 比如说这三个字就比较难读 请看第一个字 跟老师一起来读 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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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要读通读顺 读出韵律读出感情 我们来试一试 十五夜望月 先听老师读 唐王剑 中庭地白树七呀 冷露无声诗桂话 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水家 读通读顺 还要加入思乡的那种感情 自己试试读一读吧 开始 十五月望月 唐王剑 中庭地白树七呀 冷露无声 诗桂话 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水家 听出来了 还带出感情来了 读得特别好 我们一句一句来读 首先来看第一句 中庭地白树七呀 预备 起 中庭地白树七呀 第二句 冷露无声诗桂话 冷露无声诗桂话 今夜月明人尽望 今夜月明人尽望 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是哀声叹气 不知秋思落水家 不知秋思落水家 是啊 把那种思乡思亲的感情融入进去 那我们试着再来读一下 加上题目 加上题目和作者 十五夜望月唐王剑 预备起 十五夜望月唐王剑 中庭地白树七呀 来后两句 哎呀真有感情 后两句再来读一下 今夜月明人尽望 预备起 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水家 读得正好 那我们要理解这首诗的意思 十五夜望月 第一句 中庭地白树七呀 来看一下 冷露无声诗桂话 今夜月明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水家 把它单列开 中庭地白树七呀 首先来看中庭 其实它就是一个道制 应该是庭珠 那么中庭的意思 就是庭中 庭院中 就是在庭院中 院子里 地白 指月光照在庭院的地上 我们都知道 皎洁的月光照在地面上 就像铺了一层白白的霜一样 好像是李白有一首诗 当中就提到了 对了 一是地上霜 有类似之处 所以这就叫中庭地白 树七呀 那树七呀 我们来看看 树上休息着 停歇着 对了 乌鸦 总之给人一种非常清冷的感觉 同学们 你看 地上是白白的 树上栖息的是那种 黑黑的乌鸦 给人一种比较清冷 比较孤独的感觉 那意思是什么呢 中秋的月光照射在庭院中 地上好像铺上了一层霜雪那样白 树枝上安歇着乌鸦 这样一理解就很简单了 这就叫中庭地白树七呀 那好 我来说意思 你来说诗句 中秋的月亮照射在庭院中 地上好像铺了一层霜雪那样白 树枝上安歇着乌鸦 中庭地白树七呀 好把这几个事物连起来 中庭地白有树 树上还栖息着什么 乌鸦 对这样就好背了 把第一句试尝试着背一下 中庭地白树七呀 来试一遍预备 起 中庭地白树七呀 很好 现在我找个同学来背一下第一句 好 请你来 中庭地白树七呀 可真棒 好请坐 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背 中庭 预备起 中庭地白树七呀 好 现在你开始想象 院子中庭地白树七呀 像雪像霜一样 而树上栖息着乌鸦 那么这句诗就叫 中庭地白树七呀 真好 往下走 冷露无声 湿桂花 一个冷 一个湿 让人觉得特别的孤单 特别的冷清 冷露 就是清冷的露珠 这个时候有露珠了 湿桂花 把桂花给打湿了 什么意思呢 夜深了 清冷的秋露 悄悄地打湿了 亭中的桂花 还是给人一种 那种淡淡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这就是冷露无声 湿桂花 因为是秋天的晚上了 晚上气温是比较低的 这个时候就有了寒露 就有了露水 就叫冷露 无声 湿桂花 第二句我们来背一下 冷露 无声 湿桂花 预备 起 冷露 无声 湿桂花 记住这几个事物 清冷的露珠 还有被打湿的桂花 好 再来一遍 冷露 预备 起 冷露 无声 湿桂花 非常的好 第二句 那我们接着看 三四句放在一起 今夜月明 人尽望 开始加入了人的因素 还加入了这个十五日夜 特有的圆圆的月亮 不知秋思落水架 一起来看 秋思啊 秋天的情思 这里是指怀人的思绪 怀念亲人 谁家 这个谁的意思 就是谁的意思 家是一个鱼尾的注词 它没有什么实际的意思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人们都在望着 今夜的明月 因为今天的月亮 很亮 很圆 不知那茫茫的秋思 落在谁的一边 就不知道 他们都是在思念谁呢 好 这两句连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今夜月明 人尽望 预备 起 今夜月明 人尽望 不知秋思落水架 对 这种感觉非常好 人尽望 就是人都在抬头望 那我来描述 你来说诗句 这一天晚上 月亮很圆 很明 人们都在抬头望着 这轮圆月 说诗句 开始 今夜月明 人尽望 不知道 那秋思会落到 对谁的一边 不知秋思落水架 好 诗句就是这样理解的同学们 借助注释 来了解 其中词语的意思 再加入一定的情感 把它理解了 这就是诗句的意思 我们就理解了 我们来品读诗 仔细阅读摘露诗中所描写的那些景物 用恰当的词语来概括这些景物的特点 回想一下 都有什么景物 请你来说 月亮 有月 还有什么 请说 在树上漆落的乌鸦 漆漆的乌鸦 好请坐 还有吗 请说 庭院 对呀 还有庭院呀 还有吗 请说 桂花 对被打湿的桂花 还有那秋天晚上 请说 露珠 对呀 露水 露珠 我们来看一下 嗯 那个时候 月光照下来地面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结白的地面 那还有在树上栖息熟睡的乌鸦 还有飘洒的冷露 还有那湿润的桂花 把这几种事物融合到这一首诗当中 那么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描绘出本师所描绘的优美的画面 这个语言要优美一些 看怎么说 加入一些好词啊 如果只说月光就没有那种情境了 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好词叫 皎洁的月光 静静的散在庭院中 一个皎洁一架 仿佛看到了满地的霜雪 白白的 亮亮的 非常有感觉 地上好像扑了一层雪 树枝上 盈盈绰绰 哎 这里加了一个词 盈盈绰绰 就是那个树的影子 还能看清 有时候还 看不清 有时候来一阵风 还有点晃动 安歇着几只乌鸦 又一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 是地上白白的 第二个画面 是树影影绰绰的 有几只乌鸦在休息 夜渐渐深了 清冷的露水 湿润了亭中的桂花 散发着心香 表达着人们的思念 多美的画面 多美的画面呀 同学们 用自己的语言说说 中庭地摆 树漆呀 冷露无声 诗桂花 描绘了一幅 什么样的意境图画 试着分析 诗句所表达了 作者怎样的心情 那根据我们刚才想象的画面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首诗向我们展现了一幅 月光非常的澄澈 就是那种明亮的 皎洁的万类俱迹 就是说都安静下来了 非常的安静 寂寥 很孤独 冷清 寂静的中秋之夜的图画 表现了作者 什么样的心情 孤独 寂寞 畅然 对 孤独 寂寞 畅然 记住这几个词啊 我们再来读 孤独 寂寞 畅然 的心情 孤独 寂寞 畅然 的心情 如果在平时还好一些 正是在这个夜晚 在这个十五的夜晚 更想家 更想亲人 更加的孤独 更加的寂寞 也更加的怅然 不知秋寺落谁家 这句当中的落一词 我们能不能把它换成在 就是说 不知秋寺在水家 你觉得是这个落好 还是在好 落好 落好 那为什么呢 我们的理解 你看啊 这个落字用的恰到好处 同学们 你看 一个落字 新颖 妥贴 不同 反响 它给人一种 动的 形象的感觉 仿佛那个秋寺 它会动 仿佛那种思念 会随着 银月的清灰 会随着 那种 飘动感 一起 洒落人间似的 你要是把落 换成在 那就显得 平淡寡味 就显得 相形 见拙 就没有什么意境了 一个落字 可以让人 想象 联想着那种 情感来 所以 这个落字 不能换成 载字 我们来 感悟 那么 借景 抒情 我们都知道 前面三句 都是在 写景 是吧 有洁白的地面 有熟睡的乌鸦 还有那 清冷的露珠 还有 那 打湿的 桂花 那么 真的是 写景吗 其实就是在 借景 抒情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 一二句都是写景 而三四句 却把景里边融入了自己的情感 图画美 我们刚才也联想了 根据诗 提到的这些事物 我们可以想象出 那个绝美的画面 一种清冷的 一种寂寞 倡然的画面 好 物主旨 这首诗书发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还记得那几个词吗 孤独 寂寞 倡然 思念家乡 思念亲人 你看 别离思聚 离开家 离开亲人 望月 怀人 想家 想家里的亲人 这样的感情 十五夜望月中的 不知秋四落谁家 委婉地表达了 游子的私亲之情 游子就是 在外求学呀 工作的人 在这样的夜晚 会特别的思念亲人 在你读过的古诗词当中 还有哪些诗词 是类似的 就是思念家乡 思念亲人的 这样的诗句 想一想 最有名的 李白的那一首 举头 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是敬业思理的两句诗 好请坐 是的 还有吗 重阳节那天 九月 九日 一山东兄弟 那个也是王伟 表达自己 思乡和思亲之情的事 请你说 独在一乡 唯一靠每逢 嫁姐被思亲 嗯 姚之 兄弟登高出边 两个一少 是的 好请坐 我们一起来看 竹之歌 杨万里写的这一首诗 月子弯弯 照九州 几家欢乐 几家愁 多有名的一句诗啊 愁丁人来 观月事 得修修去 且修修 思念家乡 思念亲人 杜甫 他写过一首 月夜 亦设地 就是他的弟弟 树谷 断人行 边秋 一燕声 边塞的秋天 还有那个 大燕的哀鸣声 路从 金夜白 月事 故乡名 这两句 特别有名 是不是 路从 金夜白 月事 故乡名 有地皆分散 无家 问死生 技术 长不达 矿乃 未修兵 正在边关 打仗呢 也就是说 寄到家乡的信 也不知道 到达没有到达 就是特别的想家 金夜思 特别有名的 这一首 李白的 床前 明月光 一世 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地头 丝故乡 我觉得这些诗人都非常的了不起 能借景 抒情 把看到的事物融入到自己的诗当中 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没有说 我想家 我想亲人 但是我们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份情感 这只是他们的过人之处 好同学们 以后再遇到类似的这种思念家乡 思念亲人的诗 一定要把它积累下来 作为一类 把它积累 好 同学们 这是一个学古诗的好方法 那么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好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 有点湿 有点湿